四人之間的簡訊拿在裡面 等於是暗算人家 那你也同意了 你要是問我說 他能不能再會場裸奔 我以為說可以 難道他真的去裸奔 上週四軍約分手擂台 被侯友誼突襲 以簡訊喬郭台銘退選一事 柯文哲愉怨未了 他的宣傳策略當然就說 我把責任推給柯文哲 國民黨的認知就是 這不是用喬的就可以解決 其實這個有時候我們太天真 你想想看國民黨那種 百年泱泱大黨你知道 我覺得國民黨跟民進黨 還是不一樣 民進黨是比較靈活的 國民黨不行 和國民黨分手不能做朋友 朱立倫甚至下達禁止 立委參選人邀請柯文哲 站台的軍令 柯文哲只能安排黨內座談 或是上上專訪 留在空站主戰場 台灣還是一個自由社會 那我可能說走不出去 他們自己要去思考 因為是這樣 如果完全分裂的話 民進黨有可能單獨過半 借不到國民黨的陸軍 選舉要花大量的經費和資源 除了副手吳欣營的星光家族 沒有參選到底的郭台銘呢 郭台銘動去聯助站 雖然大門還開著 暫時當服務據點 但幾乎沒有支持者上門 霸氣總台退選之後 留下的資源 是否會轉移壯大民眾黨 沒有收過郭董的錢 也沒有收過這個 這個我們那個 吳欣營他們家的錢 倒沒有 我們還是正正當當的營運了 藍白不歡而善 各自競爭 四年的民眾黨要打百年大黨國民黨 客玩者本來想以小博大 卻變成以亂及時 近期晚 我落雲謝宏睿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